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两个有爱的人 把寂寞当苏一种责任 一双漏默的眼 藏不住滚烫的灵魂 我多想抱紧你 把你的恐惧化作星星 不再计较这世界 公平不公平 像个小孩一样干净 我看着你写出爱的痕迹 每个像你该爱的用力 请让我抱紧你 巨爱的彼岸 没有人学习 你 你醒了 还烧着吗 没事 已经不少了 你以后少喝点酒 嗯 为了谁都不值得 我去给你做点早饭 没事 不用 那个昨天晚上 估计你也没休息好 你早点回家休息吧 那你也好好休息 谢谢你啊 我打算了 我们走 今天我给你处理你 今天要回去 我的心 teşekkür 睡觉 你身上一管 你身上一管 我应该来 你给我什么 你这种 这种 我最好的 那你就别开心 等一下把药拿过来 给患者服用啊 好 不不不 医生 不不不 可不吃药 是这样的 这个药呢 是从你的全自然果汁里 提取出来的 对你的病情很有帮助 真的假的 记得吃药 那好 您怎么来了 真不好意思啊 真没想到啊 你还是到医院里来 我们都很失望啊 对不起啊 我晕倒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就进医院了 好了 咱们不说这个 我今天过来呢 是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咱们的全自然果汁啊 推出了全新的升级版本 它的营养是从八种珍稀的水果当中 提炼而出的 营养更多 疗效更好 真的 是是是 别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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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太好了 是啊 是啊 那就是 我们的健康更要保障了是吧 你说这么好的果汁 是不是应该让更多的人来分享 应该的 应该的 所以呢 公司决定 让你先买一百瓶 把它推广出去 可是我之前的 果汁还没卖出去呢 我现在手头没那么多钱啊 我说你什么记性啊 你忘了啊 咱们全自然果汁和天天贷款是合作关系啊 你可以先把款贷上 然后把这些卖了以后再慢慢还上嘛 对吧 她都病成这个样子了 你还来骗她的钱是吧 谁这样 我给你 你要再敢来找丽丽 我进你去 打你去 别 别 别误会我 谁给你一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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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医生 丽丽 丽丽 怎么样了 丽丽 面倒戏啊 流量无声每分 丽丽 怎么样 患者算是没什么事吗 刚刚那是 就是她啊 拿着我老婆去卖果汁的 那个骗子 我早晚也抓着她 我现在可以去看看她吧 嗯 可以 谢谢啊 这都什么年代了 还有人相信这种本科学 像她这种执迷不悟的人 就应该不管她 让她吃点苦头 她就醒悟了 那你刚刚还骗那个患者 说药是从果汁里提取的 医生和患者的沟通 是一门艺术啊 针对不同的患者 你要用不同的方法 萧医生还是挺了解我的 白医生 不如你也跟她定点果汁 只是自己用来补补吧 那我 送你一瓶 你们看 你们看 看什么呀 吃饭呢 那个温锦锦 在微博说 要放弃追求白医生了 好事啊 终于看全在这面目了 什么呀 肯定是白医生拒绝她了 白医生怎么可能看上她呢 这么快 评论区有三千多条了 我给你们念一下啊 我还以为她们会在一起呢 没想到是这种结局 再也不相信爱情了 这个人脑子有问题啊 又不是她自己父母离婚了 她凭什么就不相信爱情了 脑子里有水 还有这条 姐姐真可怜 抱抱 为什么不再坚持一下呢 没准男神就心动了 不过我永远支持你的决定 你一定要幸福哦 坚持 坚持有用嘛 要是坚持有用的话 就没有失败者了 我早就这样见瞧了我 你就是个愤青 看到这里我终于呵呵了 像博主这样觉得自己 可以是美行雄的人 简直打脸啊 你长得好看 对方就得喜欢你啊 强到逻辑了 这条评论多好呀 终于有个明白人了 你这种人我没法跟你说 吃饭 吃这个 如果我们是在对的时间 和对的场合遇见 不知道结局会不会不同 这话里话外都是忧愿 看来你把人伤得不浅啊 我帮她吸了那么多粉 她做梦都会笑醒 哪有功夫忧愿 你这个人就是太冷血了 一点都不怜香惜玉 太好了 白竹 你说那枕容你不会再关注你了 消息挺灵通的呀你 那当然我时刻关注着呢 毒匪啊你是 无糖的 你减肥啊 不 她减肥有用吗 肖医生来了 那枕容你的微博你看了吗 看见了 看来肖医生也这么关注我们家白竹啊 我们肖医生才没那么闲呢 是林志娜的丫头硬说 其实呢 你们多关注关注我们家白竹 我还挺高兴的 省得让某些人钻了空子 就像那个枕容女一样 什么叫你们家白竹呀 你跟白竹什么关系啊 不问你 既然你都问了 我就不藏着夜日了 我喜欢白竹 我早会成为她的女朋友的 天生一对 私我感觉良好 郑医生 这儿是办公室 你别胡说八道 好听你的 真够酸的 每天按时刷牙就不会酸了 等会儿干嘛去 不来 郑亚杰可能是被那谁刺激到了 跟得太久了 我朋友送了我几块安格斯牛排 澳大利亚空运来的 你晚上有没有空 你来我家吃饭 我先给你吃啊 郑医生 我必须要明确地告诉你 我对你没有任何感觉 也没有任何想法 我知道你喜欢萧医生 我喜欢谁 想和谁在一块儿是我自己的事 我不希望别人介入到我的生活 干扰到我 包括你 明白吗 徐然 你给我站哪儿 我知道你讨厌我 但是我就是想对你好 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 郑亚杰 你必须要清楚 我想找的是一个爱人 不是妈 你这样只会让我越来越烦你 我们以后还是保持距离吧 这么狠 至于吗 这么狠 至于吗 你这回是把她心伤透了 雅极爱上一针倒八辈子没 再这么拖架去对谁倒不好 还是得快刀斩了吗 他什么样的人你不知道呢 他什么样的人你不知道呢 一向吃软不吃硬 你这么步步紧逼 一定会把她越推越远啊 她说那句话你也别太往心里去 你就继续默默地给她关怀与陪伴 以后的事谁也说不好 本老县确实逼得太紧了 行啊 你理论知识够丰富的呀 那当然 冯珊第一情圣的名字 可不是白叫的 那我问你 他追求萧医生的事情 是不是也是你这个狗头军师 在出谋划策啊 我男小 他自己主意多正啊 那好 你是支持我和他 还是支持萧燕和他 你看啊 你俩都是我好朋友 我当然是希望 你们俩能在一起的 将来你俩在一起了 结婚随份子前 我也能少随一份 真会算计 但是感情的事 真的没有想不得 我不甘心 我偏要勉强 包医生 我有话想和你说 昨天你生病了 蜷缩在被窝里 可老实了 我头一次见你这么老实 你想说什么 跟你喂姜汤的时候 我问了你一个问题 我问你 你是不是喜欢我 你说 我当时人都稍迷糊了 你也觉得还挺幸福的 那只是我自己 给自己的一次安慰 可是你知道吗 当你给到我 那个答案之后 我竟然觉得还挺幸福的 也正是因为那一丝幸福 让我坚定了 我自己的选择 我告诉我自己 我一定要得到你 要好好照顾你 我不会再让别人欺负你 张小姐 我这么跟你说吧 不爱就是不爱 要是两个人勉强在一起 彼此都不会幸福 你不该把时间浪费在我身上啊 没关系啊 已经浪费了这么多年了 不在乎多浪费这几年 我不会轻易放弃的 肖医生 你说白猪到底哪里好 他们看上他哪儿了 你呢对白医生有自己的看法 我对白医生也有自己的看法 每个人有自己的观点 这很正常 但别因为这种观点 影响了同事关系 最后影响工作可就不好 我也就是说说 我也没把它怎么着 要是真影响了工作可就晚了 而且我觉得 白医生没有你们说的那么不堪 这我就有点搞不懂了 前几天你们还很没冷对呢 怎么这会儿就替对方说话了 到底什么情况 你搞不清楚的事情多了 不如就别搞清楚了呗 你看现在天也不早了 不如早点回去休息 明天还得工作一天呢 小医生 恢复得不错啊 出院了 可不是嘛 你看 小医生 我说吧 不用住院 我算我还不是因为 我那个果汁里提炼出来的营养成分 我好的呀 莉莉啊 嗯 我看你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 有些话呀 我本来打算回家再跟你说的 你所信任那些人 已经被警察于过端了 来 看看吧 直到现在 你还相信那些所谓的果汁吗 你所吃的药啊 也不是什么果汁提取的 我们都是骗你的 是萧医生和白医生 他们给你治疗 你才解惠了一条命啊 莉莉 我知道 以前都是我不对 我光顾着盲事业 忘记关心你了 等你身体康复了 你去找一个真正的工作 不论你做什么 我都会支持你的 您哪儿不舒服呀 医生 您不记得我了 两个月前我蓝美颜 是您给我接针的 那我 那我想起来了 您现在是怎么了 恢复得不好呀 书后我一直断断续续地腹痛 应该是刀口愈合得不好 您躺下 我再给您瞧一下 不用了 医生 我同事的孩子在三月工作 我这次来呢是想 复印一份我当时的手术记录 和各项检查报告 想让同事的孩子帮着给看一看 不知道方便不方便 那个卫士官反流的患者 他又喘不过气了 那我去看一眼 医生 我的事您看 灵芝 你帮这位患者 把他的手术记录和检查报告 复印一下 好 谢谢您啊 刚刚来复印那个患者 他走了吗 走了呀 手术记录和检查报告 都给他复印了 让他去档案科拿了 怎么了 你把他复印的东西给我看一眼 我担心出什么问题 你把这个夹起来 他今天夹一个病库 他就转出去 记住下来 这个我把他移过去 好 可以确定啊 是肿瘤 那那白老师 是良性还是恶性的 只有CT是没法说 现在只能说明 他肝脏里面 肯定是找了个肿瘤 对了 团花 说是患者找你复印过 手术记录和检查报告 是吗 他上午来的 我当时有点忙 没多想 就给他复印了 主任 就怕患者是有备而来 说不定患者 早在其他医院查出了肿瘤 往回推两个月前的病史 才发现谈话没看出来 于是为了搜集资料 提起诉讼 刻意轻描淡写 就是不想打草惊蛇 引起我们怀疑 主任 怎么办啊咱们 没事 这个事情 我会伤网给院里的 医务部门的 咱们做最好的打算 和最好的准备 主任 您别担心 我知道咱们EICU 现在不能出事 我也不会连累 克里和院里 诊断是我出的 术后也是我负责照顾的 责任我一个人来扛 主任 这件事情我有责任 要不是我产着唐医生的话 他就不会忽略那个阴影的 主任 这个责任我来承担 行 行 行 这个呀 也不是谁个人的责任 这是咱们集体的事情 出了什么问题的话 我们一起面对 我 我们一起扛 凭什么一个人的问题 要所有人扛啊 道德绑架呀 诊断出错就应该承担责任 不是吗 我愿意承担责任 唐化是我们一个集体 干吗呀你 什么我干吗呀 我刚才说诊断出错 又没说唐化诊断出错 那你有什么看法吗 我能不能拜托你们 换个角度考虑问题呀 严格来说 这件事唐化没有任何责任 当时复明主宿 是下腹疼痛 和肝脏肿瘤没有任何关系啊 唐化根据下腹疼痛 诊断出了蓝尾炎 蓝尾炎手术 非常成功 没有任何并发症 CT照出了肝脏肿瘤 只是意外收获 任何一个医生 都不可能在短时间内 查出患者身上所有的疾病 所以就算要打官司 我们也未必会输啊 没错啊 是这个道理 还是分析得非常对啊 咱们医生也不是万能的 对吧 也不是神 那咱们就看 接下来患者的反应呗 没有责任 不代表不作为 我觉得白叔说得没错 我们应该主动联系 会不会惹祸上身啊 不管会不会惹祸上身 也应该尽早联系患者 以免耽误他的病情 我支持唐医生 我也支持您 我也支持 我也支持 看到大家都一心为着患者着想 我很欣慰 不管怎么说呢 这件事情关乎着患者的安危 咱们作为一名医生 不能因为害怕被揪死 不责而引你不谈 等会儿 你赶紧联系患者 尽快地给患者做出肿瘤评估 其他的事情就交给我 好 我马上去联系 你们说的是这个阴影吧 当时啊 没发现 现在看起来 有可能是肿瘤 所以我们建议啊 你尽快去做个病理检查 看看是良性的 还是恶性的 我们好安排后续的治疗 我上午来复印资料 你们才发现这个阴影的吧 之前是我疏忽了 你们主动把这事告诉我 就不怕我告你们漏诊了 这漏不漏诊 我相信医疗事故委员会 会给咱们一个公正的评判 那是作为医生呢 我们首先考虑到的 还是病人的病情 肝脏里的阴影 栏尾切除手术之前 我就知道了 我很年轻的时候就查出来 肝脏里优良科学挽留 这些年持续复查 一直是良性 上回我来就诊时 觉得这跟手术没有关系 所以就没有特别 告诉唐医生 那没事就好 但是因为你持续的腹痛 我建议你 还是要去检查一下 好吧 那就麻烦你们了 没什么事 跟他说通话就可以了 傅先生 检查结果出来了嘛 我这腹痛究竟是怎么回事 您这次的腹痛啊 是慢性肠胃炎 跟血管瘤 还有之前蓝尾切除 没有任何的关系 没大病就好 这个慢性肠胃炎严重啊 您放心 这就是一个常见病 您按时吃我给您开的药 应该很快就好了 如果后续 您有任何的不舒服 直接来找我 我也算是老病好了 可从来没有接到我医生 主动打来关心的电话 你们同山医院急诊科 是第一次 谢谢你们 对患者的关心 谢谢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您赶紧去拿药吧 有前面拐弯就到了 好 好 好 你不赶紧去拿药本 咱们还不吃饭 这么多待会儿 穿着 你会一顿 想吃饭 是吗 这么说 都不用假照有男朋友了 谈话你怎么又说这样的话 我让你假照有男朋友 怀怒我妈 其实 就是希望我妈不来打扰我 可今天这件事给我提了个醒 这样下去给了你太多的希望 对你不公平 你和我始终都不是一类人 在复明的事情上 我坚持主动联系患者 你却有太多的顾虑 在看待事情的想法上 和处理事情的行为上 我们都有太多的不同 三观不合的人 是没有办法在一起的 谷啊 我知道 我跟你还有一些差距 这样都是我不好的 都是我不对 行吗 这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 只是每个人的角度不同 那看问题的想法和行为 自然也就不一样 就比如说 你觉得我是因为你的纠缠 才会误诊 其实不是的 这是你对我工作能力的不信任 我没有这个意思 这样以后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我都听你的好吗 你不能这样 做人要有主见 从今天起 我们必须结束这段 假装的情的关系 阿姨那怎么办 你怎么跟阿姨说呀 跟你说实话吧 我没想过 可就算我跟我妈那边闹翻了天 但我也要跟你结束这段关系 之前那样的情况 真的不能再发生了 谷华 谷华 我错了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以后我改还不行吗 真的 你别这样好吗 对不起 之前都是我不对了 是我的自私给了你 太多不切实际的幻想 今后 我们还是普通同事关系 谷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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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们俩真的结束了 或许早该结束了 我看你前段时间 对陈志的关心 也没那么冷漠了 还以为你们俩有戏呢 其实我怕的就是这个 你看人还挺准的 我现在慢慢地 有点习惯了她对我的关心 那不挺好的 那从了她得了 从什么从啊 我不想谈恋爱 更不想结婚 况且我对陈志的一点 兴趣都没有 或许 我不因为依赖和她在一起 才能减少对我们最少的伤害吧 你这歪理邪说 一个套一套 我说不过你 但是你妈那边怎么办啊 阿姨不会善罢干修吧 你真正义势 敢于直面才能来说 你猜 你想好了 我想好了 那是我不同意呢 您同不同意 我都要跟她分开 蔡说了 您是我亲妈 您还能真不要我呀 我呢 之前是做了一些荒唐的事情 给你介绍男朋友 一个又一个 那是因为你老大不小了 又对自己的事情不上心 我呢 不能由着你的性子来 为了刺激你才这么干的 现在呢 小陈出现了 人家小陈多好呀 可是你告诉我说 性格不合 性格不合 现在的年轻人 哪一个没有一点性格的 性格不合 可以磨合 没有感情可以培养嘛 你们两个都是医生 天天在医院里头朝夕相处 有共同话题 培养起来很容易的 我们年轻人是想法 您不了解 有这么复杂吗 这不是挺简单的 小陈到我们家里来 我和他相处起来 一点都不累 这个就是好的婚姻基础 他呢 正派又实在 我把你交给他 我是真的放心 妈 我和陈志的事情 没你想得那么简单 妈是过来人 人家小陈对你怎么样 我是看得懂的 他是不是真的在乎 你是不是真的爱你 我看的是一清二楚的 因为他的眼神 是不会骗人的 我现在根本不在乎 他是不是有钱 我现在在乎的是 他到底怎么对你 他心里面 是不是真的有你 你 您说的道理我都懂 我会处理好的 好 你会处理好最好 省得我呢 天天跟在你的屁股后面 替你瞎操心 我呢 也是你这个年纪过来的 等你到了我这个岁数 就会明白的 可真等到那时候 就怕你后悔来不及 不及 有点 花儿 花儿 楼下好像有人喊你呀 听声音好像是小陈 快看看 衝朝 真是小陈 衝朝 天这么冷 又下这么大的雨 她又没打伞 妈 舞红 草老师 我去给她送伞 那你好好跟她说 让她早点回家啊 红红 红红 你又可出来叫我了 喝酒了 我就喝那么一点点 别这么没出息 我跟你回家 你知道吗 这么个时间 我当你的男朋友 关心你 照顾你 我以为时间长了 你就快当真了 你听不懂我说话呀 赶紧回家 谈话 别让我瞧不起你 不瞧让你瞧不起我 你就赶紧回家 我不让你瞧不起我 赶紧赶紧回家 让我赶紧回家 我不想让你瞧不起我 我回家 好 我回家 好好地飞要去的女儿 不像俊呢你 受凉了吧 不像俊呢 吃饭赶紧把这喝 你这心儿过吧 陈志宝宝 跟你说了天下何处 芳草何必单恋一枝花 吃饭 你还要喝吗 陈医生 你没事吧 我没事 这么大酒味 患者从饭店出来就晕倒了 被一名路人看到帮忙叫救护车 昏迷多久了 从叫救护车到现在 大概半小时吧 先给他咽个血 排除一下酒精中毒 如果不是酒精中毒的话 再来做一个头颅CD 好 三床腿还是肿 再观察观察吧 小小医生 你快去看看吧 怎么了 四床患者家属对陈医生有些不满 真没用 你这医生怎么回事 我们家萍萍从小就是酒精过敏 滴酒不摘 你怎么能怀疑他酒精中毒呢 我可哪来那么大酒味啊 检查报告 血液里没有酒精中毒 你这是什么医生啊 我们家萍萍 可是我们家的定量处 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我们家就完了 你知不知道啊 患者家属 患者家属 现在最重要的是 找到患者的病因及时治疗 谈话去看一下 心体结果出来没有 好 根据症状体重 和CT的检查结果来看 初步估计是脑梗 患者今天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吗 他早上出去的时候说有点头晕 眼睛看不大清楚 还说肩膀这里不大舒服 后面就去上班了 其他的我也不知道 他都出去一天了 您就没打个电话关心一下 他经常这里不舒服 那里不舒服的 也没什么事情 医生 他这么年轻 怎么会有脑梗啊 你知道患者有高血压吗 我不知道啊 他以前来过我们医院 冰地上洗了 他患有高血压至少三年了 还有高血压 一直在用药物控制 我不知道啊 我家里经常都是些 感冒咳嗽药什么的 也没见别的药啊 他从来没跟我们说过 这 再去做个头颅的MRA吧 好 根据头颅的MRA显示 患者是脑梗 梗塞的位置在内脑 这个位置梗塞呢 最容易影响肢体活动 如果不尽快治疗的话 很可能造成偏瘫 需要绒栓治疗 什么是绒栓 就是把造成脑梗的血栓 溶解掉 绒栓治疗需要家属签字 来 您看一下 患者现在的情况很不好 需要尽快治疗 您看看没什么问题的话 就抓紧签字吧 你看他现在右侧的身躯 已经完全没有知觉了 如果再不及时进行治疗的话 我担心脑梗塞的面积 会进一步扩大 还有什么其他办法吗 对啊 你们再好好想想 肯定还有更安全的治疗方案嘛 是这样的 我刚才进来的时候 看了一下时间 患者从晕倒到现在 已经两个小时了 那么绒栓的最佳时间 是在脑梗发生的三小时之内 也就是说你们还有一个小时 商量的时间 我自己个人建议 越快越好 你们医生就会吓唬人 我知道 你们患者家属 现在一定有所顾虑 但就现在的情况来看 绒栓治疗是最好的方案 有数据显示 大部分患者 在经过绒栓治疗之后 会有明显改善 当然 方法不是万能的 不是所有的患者 进行了绒栓治疗以后 都会痊愈 因为每一个患者 他的血管病变的严重程度 还有个人的体质 是不一样的 有一些患者 在进行了治疗以后 也未必能够阻止 病情的发展 甚至也发生过 有个别的患者 在绒栓治疗以后 会出血 严重地出血 甚至危及生命 在我们医院 绒栓成功的概率 要比平均数高一些 那么出血的风险 要比平均数低一些 也就是说 这个绒栓潜在的好处 远远大于风险 那么我们还是建议绒栓 好吧 没关系 如果遇到什么情况 你们可以及时跟我联系 小湘 我们还是听医生的吧 那 那得多少钱啊 静脉绒栓药物的费用 差不多五千多 然后再加上这个治疗 和检查的费用 差不多七八千 这么贵 我们所有制定的费用 都是通过物价局审核的 一个要五千块钱 你们怎么不去抢钱啊 绒栓药就是这个价 绒栓还得住EICU 得花更多钱 你们真打算抢钱了是吗 钱重要还是命重要呀 这样啊 如果再不尽快地绒栓的话 套脑公子的灭迹继续扩大 到时候可是真的救都救不回来了 小湘 我们还是听医生的吧 你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我们家就垮了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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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了 坐吧 好好的得什么脑梗 你会不会说话呀 怎么还有这样的家属 好了 别人这事情 咱们不要议论了 主任 我错了 我说你什么好 对不起 行了 行了 既然家属已经签字了 就赶紧准备治疗吧 我现在就去安排 你安排什么 人家家属对你有意见 这个事情交给你来处理吧 好吧 主任 还是让陈医生负责吧 我跟唐化可以协助他 谁都有犯错的时候 急诊课现在都什么时候了 你要再给我出点叉子 我饶不了你 我饶不了你 肖医生 谢谢你 别再这么粗心了 以后多长点心 肖医生 怎么样了 刚刚筋脉泵露了阿提普霉 大概一个小时之后会有效果 好 你怎么还在这儿站着呀 我站着吧 这样清醒一醒 陆主任虽然批评了你 可没让你在这儿罚站 我宁愿陆主任骂的我狗血淋头 可能我觉得 我不适合当医生 你别每次都怀疑自己啊 你不合适还能读到博士啊 跟你说实话吧 我上大学的时候 什么都不知道 稀里糊涂的就学了这个 后来也不反感 到时候我爸妈 他们呢 都是工人 文化程度也不高 在我们家那种小地方 觉得自己的儿子是当医生的 觉得很有面子 可能就是这种虚荣劲 才让我把博士读完 所以你更得加油啊 不能让自己之前的努力白费 对了 萧医生 您为什么当医生啊 我觉得医生 可能是唯一一种 可以从此神手中 为人们争取一次生存希望的职业 你呢 赚钱 你可别闹了 当医护人赚什么钱呢 我也是工作了之后才知道的 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咱们的工作呢虽然是医生 但咱们也是普通人 也有自己的喜怒哀乐 还有情绪 所以咱们更得加油 不能让情绪影响了咱们的工作 你要知道 可能我们任何一个事物 都会给患者和家属 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 可是萧医生 这个太难了 我觉得大多数医生 还是为患者着想的 甚至比患者的家属 更在意患者的健康 但医生只是一个职业 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 培养一个合格的医生 甚至需要十几年 或者几十年的代价 我觉得医生要面临的东西 真的挺多的 你看我们每天 面对那么多的病患 我们要做到 对每一个患者的负责 还要做到技术上的精湛 确实是非常疲惫的 更别提什么微笑服务了 所以我们能做的呢 就是尽力地做好 问心无愧就好了 好了 好好去工作吧 好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什么双测话啊 你想的什么削头 关注根本不喜欢你知道吗 如果是活动方案的问题 我们可以坐下来再商量一下 你看你这么大一家公司 应该也不想把活动方案做得太低 你说是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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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爱的不是我 而是陪我来的你 就让我先去明天走一走 所有美好留给你 慢慢欣赏 好人别哭 这一生没辜负 现在我懂 受苦的不是我 而是陪我来的你